经济部次长杜子军今天正式的接下了经济部长的重责大任 根据统计 别马时代14年来已经换了9位的经济部长 平均每位的寿命只有一年半 对比之前的经济部长统计平均资历是2.8年 两相对照 最近14年来经济部长确实是像走马灯一样 来来去去 更换频繁 年乱世 情多艳变 人心万如早不停 左马灯字字句句唱进经济部长的心坎里 因为几乎每一年半部长就要换人做做看 连民众也搞不清楚 你知道经济部长是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知道杜子军是谁吗 不知道 话说得很直接 现任经济部长叫什么都喊不出来 统计扁马时代14年来总共换了9位经济部长 平均每位寿命只有1.5年 对比经长平均寿命2.8年 马政府期间接任的诗言详做了3年半算是撑最久 只是光马政府执政短短6年就换了4任部长 真是有如走马灯 小朋友在用那个止尿布一样 撕的就换4任 甚至国防部还有6天就换部长 认为是将帅无能 会累死三军 这个总统这个部分 希望他也能够得到教训 其实经长异动频繁 阿扁时代也不遑多让 当年汽车界艾科卡 林欣义当上绿色执政首任部长 但这一场核四停建风波下台 不过最具戏剧张力的 而且史上任期最短的就是他 我问你啊 核四什么时候完工 核四预备在100年 民活100年 95年 当年中裁一接掌经济部 短短48天就说再见 最后留下污入丛林的小白兔名言 什么叫有感 就是你换的部长能不能有新气象 能不能把政策推动 能不能让国家更强大 让人民更幸福 经长来来去去 最可怜恐怕还是企业跟老百姓 像是中韩即将签署FTA 还有两岸福贸争议迟迟未解 面对蓝绿二斗的环境 新任金长怎么拼经济 恐怕挑战还在后头 东森台经新闻 江松李杨厉台报导 Давny 江松李杰厉台通 behaviour 薄费争迟未解采